即是會影響到香港的商界做生意 都可能重新重招 我相信要小心去看看情況是如何 但是細節上的事情我們暫時未知道 但是伊朗被制裁 大家清楚尤其是美國的技術 科技的產品 就不可以輸去伊朗 我相信這次是很大機會 就是美國有些技術是經了華為這個渠道去了都不頂 但是我相信對香港整體來說 那個情況是不會有大大影響 因為香港一直以往在一個獨立關稅區 和在科技轉移那裡 遵守國際的準則都很嚴謹 所以我覺得對整體香港來說是沒有那麼大影響 但是不如何志平這樣有大影響 可能他的資金面和人物都在香港 都有機會是做生意的時候很平 就不用觸發他美國的法律 那這類這樣的案子會不會也對你們商界有實際影響 我相信何志平這個事件案件是很特別的 因為他給人的感覺現在當然美國已經判了 就認為他是賠賂非洲國家的主要官員 那如果正常我們商界運作的話 根本就不會涉及很多非洲國家 第二就是銀碼這麼大 你正常做生意是不會那麼利奇地去轉移的資金的 所以正常做生意整體來說 對商界是不會太大影響 這些和這些很個別的個案 那現在中美漫戰都會有這個商界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現在出現這些事件 你會不會擔心影響到整個塔盤的氣氛會不會那麼好 然後從而有影響到香港的商界 我相信是不會的 因為現在中美暫時這個所謂優戰 最主要都是講這個關稅和外匯 更加和貿易順差亦差的問題 那我相信中國現在是陸陸續續開放的市場 還有買多些美國貨 那我覺得這個和真正這些個別個案 不是很大的關係 不過當然我們要小心的就是 美國在這個科技轉移 是會針對中國也要很小心地處理 加上這個IP 這個叫做知識產權 加上這個知識產權 美國也很小心地去監控著中國 那我覺得這件事呢 如果可以做得好 反而對香港有利的 因為香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很全面 和世界是接受的 如果香港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多的話 我覺得整體來說 對香港在這方面的知識產權 或者是科研的發揮 會吸引到變成一個商機農地 其實你都不擔心 比如現在美國的向外伸展 在商業方面伸展得很開 就是有美國霸球的情況出現 這件事一直以往過往幾十年都有的 但是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就是如果人家在科研發展 在一個知識產權做得這麼好 而你下下很簡單地被人去動用了 的話你對於研發者 或者是這個知識產權的擁有者是不公的 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監管是應該嚴謹去處理的 所以香港是做得很好 在這方面我覺得 香港應該發揮多些在這方面的優勢 是吧 謝謝